肥胖除了会引发许多疾病之外 也可能会引发不菌 台中32岁的陈小姐结婚两年 求此未果 到医院不菌科来检查发现 因为肥胖而导致糖尿病 高血脂跟子宫肌瘤等病症 因此才不容易受菌 而医生就建议她 可以先控制血糖积极减重的10公斤 再透过医院的AI电脑 人工智慧系统来做试管 终于成功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宝宝 医师跟陈小姐一家人 温馨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祝福小宝宝满月 而对陈小姐来说 这个孩子真的是得来不易 因为之前的体重破败 结婚多年 肚子都没有消息 而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是肥胖惹得祸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 身体上有某些状况出问题 所以就是先来检查看看 然后才发现很多问题 对 话别说 就是我才检验出说 我有糖尿病的这个方法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吸肉的部分啊 那些都是要做 还有肌瘤 对 肌瘤就是整个 已经里面很多颗 然后还有最大的还有12公分 13公分 比重比较超标一点的妈妈的话 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 雌激素的分泌会比较高 那雌激素分泌比较高的状况之下 会比较刺激子宫肌瘤的一个成长 所以普遍在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状态之下 肌瘤的数目跟大小 跟成长的速度 可能都是有相关的 当肌瘤长大的时候 它会强调我们整个子宫内膜 这个受孕区域 应该要有的血流 所以变成血流供应不良 坐床就不容易了 因为肥胖 让他离患了糖尿病 高血脂跟子宫肌瘤等病症 更间接地导致他不孕 而在意识的建议下控制血糖 积极地减重10公斤 并手术摘除了多发性子宫肌瘤之后 透过了医院的AI电脑 整工智慧系统来做试管 才顺利产下了一名 3500公克的健康男抱抱 会陪他回诊回来 因为看他每次打诊都很辛苦 我也会主动去帮他打诊 诊头真的都是很粗很大 基本上有三成以上 是属于多重因素造成不孕症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不孕症很多都跟年龄有关系 年龄是最大因素之一 但现在还有年龄的因素 加上比如身体的状况 或是比如说 身体比如说疏弱管问题 或其他状态 那综合因素也会影响到 所有的不孕的状况 那因为他的情形 虽然是症状态正常 其他状况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重点就是 他可能有些肥胖的状况 医师也指出 根据国建署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 台湾生育年龄的女性 有34.6%都过度肥胖 难以受孕 而如果不先减重 再进行试管疗程 恐怕成功率并不高 这里讲台中 最方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